一辆汽车凭空消失 两次报警立案失败 我们去解救的时候的景象 完全不像是绑架 深夜出现的陌生女子 反复被控的嫌疑男人 前夜没有看的是个 还是女性 他口那个照片一出来 明显都变成是一个男性 纠缠不休 一线正在播出 这里是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 这天早上 赵凤珠走到阳台上 不经意地往外看了一眼 却意外发现 自家车位上的车不见了 我的车停着去哪儿了 我就不信了 我说这有保安证大概地儿的 这么多车 这看一看 假设说你听到往地儿都来 误会的也不好 车的确不见了 赵凤珠慌了 我的车又不是好车 人家要偷 他偷个好的 他偷我这个 保康县公安局民警 接到报案后 赶到案发现场 该小区安装了监控录像 警方调取了近十个小时的监控录像 由赵凤珠夫妻发现丢车的时间开始 细细挽回播放 希望尽快确定案发时间 我们想要地区正在开担 搭放警察转向行走 对那样子发生了之后 前等到前家玩户的切身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要阻止力量 与灯泡 为群众挽回紧急声势 另一方面 民警针对案情 将赵凤珠夫妇进行微信询问 出乎警方的预料 赵凤珠说 他知道是谁偷了他的车 怀疑就是那个杨兆葱了 赵凤珠说 有个叫杨兆葱的最近一直骚扰他 不是给他打电话 就是破坏他家的东西 最近已经给他惹了好多麻烦 我那个单车摩托车都是被他给我炸台 今天我弄得好好的放那 明天早上去他也给我炸了 不仅如此 不久前 也是因为这个杨兆葱 他还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危险 也是保康县公安局接到的报案 案情非常紧急 说是一个名叫赵凤珠的女人被绑架了 报案依据是一条短信 到我们队里拿着自己的手机 上面有受害人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受害人发的短信 我被绑架到老河口来了 请你帮我报一下警 为了保证受害人安全 警方请报案人试着回拨这个电话号码 准备谎称约会吃饭 探听受害人情况 我们就产生了这方面的怀疑 然后询问了这个受害人的家属 然后说的他是当时21号的晚上 从家里离开的 报案人是赵凤珠的朋友 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是说嫌疑人肯定是一个叫杨兆聪的男人 原来属于都是出朋友的关系 也就是说谈谈朋友 但是好像说是受害人 后来不痛已经 他都一直还给他掺住去 警方展开侦查 很快他们在一处监控画面中 看到了赵凤珠的身影 监控显示他是乘坐的一辆红色的三轮摩托车 离开到宝航线 往老河口方向去的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 警方梳理嫌疑人杨兆聪的社会关系 发现他的老河口有个姐姐 于是他们马不停蹄的赶往老河口 出乎警方的意料 接下来的事情格外顺利 最终在嫌疑人的姐夫家 将那个受害人解救了 当时他们就在家里还比较和谐 当时 但赵凤珠对警方说 他因为拒绝与杨兆聪继续恋爱 而经历了一场生死难关 受害人自己反应就是 21号晚上 前任人就给他打电话 说以前他们因为是朋友关系 有个豆浆机说是坏了 然后就喊他 怕交给他 然后去修 然后他说把我拖出去 他装了一副汽油 拉到两根绳子 一根粗的 一根细的 按照赵凤珠的说法 杨兆聪把他绑到了车上 带到了老河口 还扬言不听话 就要烧死他 但杨兆聪却对此 识口否认 他不承认 他就是说 他自己是和受害人是朋友 然后说一起到外地去玩 警方搜查了杨兆聪的车 未发现绳子和汽油等作案工具 他们当时抱的是绑架 但是当时监控探头 很清楚地反映到 并没有捆绑的行为 他就坐在副驾池上 最让警方质疑的是 解救的时候 赵凤珠和杨兆聪等人 正欢声笑语 一片和谐 经过调查 根据各方面证据反应 当时我们去解救的时候的 景象 完全不像是绑架 警方在办案过程中 进退两难 在我国 对于那些证据不足 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刑事案件 一般遵从 一罪从无原则 侦查机关终结案件 却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若证据不足 则不得终结 不得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赵凤珠所报的案件 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于是警方在侦查积压期满后 把杨兆聪放了出来 现在赵凤珠家又出了事 他怀疑的对象依然是杨兆聪 这一次警方依然需要找到有利的证据 2月27号10点16分 他的监控时间 于北京时间是快了两个小时 然后发现车被盗了 开动了 这是警方在监控中看到的景象 往后倒着看 看这个倒车的人到底是谁 然后发现一个穿身着女装的 明显的是个女同志 她去把车门打开 然后开走 从走到车旁边 到把车开走 30秒钟 警方继续往回到 在小区门口的监控中 发现了这名女子更为倾机的身影 进去都是一件女士的那种毛线帽子 胆装的羽绒服 女士雪地勋 但是只有背影 然而一会儿工夫 到车的时候 简易女子的衣着 却有了变化 她变成长装羽绒服 但是帽子还是比较明显 白色的毛线帽 还是比较明显 这个通过这个毛线帽 我们确定她和进来的那个人 是同一个人 这名女子进门时 手里拎了一个袋子 民警判断 应该就是她后来换的衣服 在根据她的小区那个楼梯道的监控 她先进入小区后 没有直接去盗窃受害人的车辆 她是先进入一栋单元楼里面 大概过了两分钟以后出来 进去的时候是短装 出来后变成长装 都是中长款的那种羽绒服 也是女士的 看得很明显 但是从监控中 无法看清嫌疑女子的长相 把车门打开坐进去 然后把这个车开走 端载力几十秒钟 根据报案人赵凤珠的说法 嫌疑人是个男人 名叫杨兆聪 但监控反映出来的 却不是这样 小区里面那个案发监控 我们都给他看到了 他当时很惊讶 他觉得不可能 他当时都很怀疑 到底是不是我们搞错了 怎么会一个女同志 会去偷他的车 监控反映出来的不仅是女性 警方还依此判断 这个女人应该是直奔赵凤珠的车而来 嫌疑人对这个现场环境非常刺激 而且偷车时间总共不到三十秒钟 目标非常明确 那个小区里面停的非常多的车 他直奔他的目标 他的车也不是最贵的最好的 明显的有目标指向心 赵凤珠丢的是一辆内然观光车 在小区众多车辆中非常不起眼 但嫌疑人丝毫没有考虑过旁边更好的车 而是直奔目标 受害人说 他好像女性朋友不多 不多 而且基本上想处理 也说连你之间 还是朋友之间想处理 都也没啥臭 没啥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店员监控回来后 一头雾水的赵凤珠拿起电话 拨了一个号码 我就假情心地问他 我说我要走给亲戚 我说你送我一下行吗 电话那头就是杨兆聪 赵凤珠依然怀疑此事与他有关 他谎称自己穿亲戚 想用杨兆聪的车来探探口风 他说他不去 我说我又不是不给钱 他说你给钱我也不去 我没空 赵凤珠坚信 这事肯定与杨兆聪有关 要是平时的话 他就要问 你这车怎么了 怎么呢 他就要问什么 他也不问我去哪 他也不问我的车 我命不鸟然地 我就知道我的车丢了 就是他搞的 但是监控中的那个女人是谁呢 他是不是真的与杨兆聪有关呢 赵凤珠越想越害怕 一直到现在出去这个楼梯间我就怕 我就隐隐忽忽忽地觉得他呛在楼梯间里 他因为他都没呛过了 他呛到楼梯间里 你顺着下去 他够到他那他就抱着他 他蒙你的嘴 他呛 他做的不是一次两次的 保康县公安局的民警们 对案情也有诸多疑惑 守海人一扣腰顶 说是杨兆聪是个男性的 但是在监控里边 根据他的穿着打扮 应该是个女性去开的车 经历了前一次的立案不成功 以及双方多次发生矛盾 警方此时对案件更加重视 如果此案与杨兆聪无关 那么他们就需要 马上撬出熟人矛盾的思路 换一个角度进行案件侦破 如果此案真的与杨兆聪有关 那么两人因感情纠葛 频繁发生矛盾 三次闹到公安部门 就必须尽快处理 这个案件虽然很小 但是这个案件发了之后 引起我们公安局的高度重视 主要原因是 这个案件前动到几个假听的利益 而且矛盾非常神 有可能不及时诊破 会导致引发其他的更恶劣的案件发生 警方继续追踪监控录像 希望得到更多的线索 这是保康县主干道卡口监控拍下的图片 嫌疑女子驾驶车辆出现了 明显看到是一个女性 头上戴着帽子 口罩 遮住嘴 只露出来两只眼镜 上衣还是穿着女性的那种羽绒服 我们继续沿线追踪的话 到出尘 就出保康县尘的这个监控 最后一个探头论 然后又发现它那个行车轨迹 三分钟后 车辆再次出现 但这张图片就让民警大吃一惊 他还是那个装束 但是他把口罩和帽子去了 明显地看到是一个男同志 前也没有看出是个 还是女性 截着卡口那个照片一出来 明显都变成是一个男性 警方将前一男子图片 拿给赵凤珠辨认 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我说是的 没错 一扣走腰顶 这个人就是杨兆聪 赵凤珠确认 这名男子正是那个 和他纠缠不休的杨兆聪 但那名女子是谁 他实在没有头绪 难道嫌疑人不止一个 投车这个过程是个女性 早过得卡口那时也成一个男性 我们当时也怀疑会不会是中途 是两个人 或者两个人以上 然后中间有人将车偷出来 另外到某个地方交换 有另一个人再将车开走 保康警方已布控 准备对犯罪嫌疑人杨兆聪 进行抓捕 首海人跟他们车上坐着的 他们都正准备出去了 电话箱了 整合是嫌疑人杨兆聪搭过来了 赵凤珠与杨兆聪保持通话 侦察员从四面八方悄悄靠近 杨兆聪 杨兆聪48岁 保康县人 无固定职业 平日已开三轮摩的拉克卫生 他也没挣扎 没人喝 应该他心里边自己都清楚 杨兆聪带民警 来到老河口市南马河客运北站 他说当晚 他把倒下来的车辆停放在了这里 丢了钥匙后离开的 但此时车辆已经消失 后警警方查询得知 被盗观光车 因被遗弃 无法找到车主 已被老河口市交警大度拖走 案发7点后 赵凤珠被盗走的车辆 终于找了回来 但案件还没有就此结束 还有一名女嫌疑人 仍不知所踪 当时是晚上喝酒了 这个河里有点云 也不知道是咋香了 杨兆聪对民警说 一切都源于当晚他喝醉了酒 想起了赵凤珠不再与他恋爱 心里越想越窝囊 首海人是去年11月份 然后再婚 再婚后那时间 可能杨兆聪先认识 心里边各方面都失落根 应该是很大的 放下酒瓶 他出了门 那按他说的 他都说 那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当时是大乡的 我去跟他插头了 话是这么说 但此前 他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好多人 不穿了酒衣服上 可能都给摔了 或者是手扒乱来卖了 他都从这些地方又捡回来 杨兆聪捡的都是女士的衣服 从女士羽绒服到女款帽子 一应俱全 随后杨兆聪走进赵凤珠所在的小区 这时 如果有人看到他 或以为一面走来的是一个女人 很快 杨兆聪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 打开车门 堂而皇之地把车开出了小区 半路上 他换回了男装 把车开到老河口 随意丢弃在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托车的这种目的 他都没说 阿板各方面 你是精心准备过来 问到他这个事件 他都又无话可说 又不说谎了 杨兆聪因为不甘心而纠缠 到了最后 终于因触犯法律 而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2015年7月 保康县连令法院 以造谢罪 判处杨兆聪 有期徒刑 两年零七个月 赵凤珠的生活 恢复了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